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保虎拔小虎啊 涛子啊 这几个人 这个地方不错啊 咱们整个金山岭镇要说做红薯粉 手艺最好的教授咱们村的粉酱流了 第二方面就是匠人团队 就是铁酱流 大爷 各个叔叔 大爷阿姨们 你要做什么木匠活 我给您定制 来 看喽 露粉 毕师傅 您的手艺真棒啊 还有第三块 那就是宣传团队 季小宝 还有萧哥 其实也是包括现在各个方面这个直播 现在做得这么红红火火 其实也确实起到了一个很大的帮助 就是东西做得再好 也得让更多的人去指导 你要是能在牛圈边上 铁匠铺里 露粉 左方边跳 肯定能活 想得美 我萧哥是什么人事 从这几点就可以看出 石泉友是一个非常聪明 非常能利用起身边的资源的这样的一个人 那季小宝呢 其实也是回来之后 他才刚认识的这样一个新朋友 他发现这个孩子非常的古灵精怪 能说会道 他就觉得这个小孩非常的有 可以为这个村子或者为他们做的这些事情 做一个很好的宣传 大家好 欢迎收看视频 烧哥高兔剧 金山岭长城只有1.7公里 那季瑞峰团队呢 主要是三个人 徐三缝 大眼和胖子 这个过程中 确实徐三缝非常有能力 最后也一直跟着他 你们两个工作也没有个工作的样子 也不带个小本 我说的话你们能记得吗 怎么不带本啊 我们家没本啊 我是旅游学院毕业的 英语6级 计算机2级 有导游证 酒店经理资格证 旅游记调试证 还有驾驶证 听说咱们村要到旅游开发 所以我立刻决定 回来应聘 其实他们两个初心 都是为了自己的家乡能够更好 但可能实险有觉得他的主意是对的 季游峰觉得他的点子是对的 就是都想让大家去说服对方 但是在这个过程中呢 群众包括他们两个自己也会有一个平衡和对比 好了 双方出场队员介绍完毕 两队操练起来 从今天开始 咱们基本打平了 而且有很多外地游客都打听有没有住的地方 我都给你知道现成去了 你要是没什么事啊 我就少赔了 我是跟你谈合作的 说好的打累呢 一个事呢 其实不是一个人做成的 是需要各个方面 大家一起努力 而且才能够实现一个梦想 或者是创业成功 两个人把自己的想法都说出来之后 可能真正最后 最好的办法就是 两个人一起合作 大家共同努力 齐心协力 做出一个双赢的这样一个局面 我和石泉勇早以创丁为友 要是他来做古川村的领头人 前景不会查 如果现在就是村主任投票现场 我会要求第一个投票 并把我的票 投给石头 在这过程中也是不断地解决问题 不断成长 年轻人往运许犯错误 但是不能一直错下去 所以他愿意跟靳岳峰能够一起 创丁为友 能够一起做事情 一起往前走 这其实是对于我们家乡 才是一个最大的 最有好处的地方 火急 大伙合个影吧 在美的乡村 万万万有天 大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